缅命的枪声显示两军正近距离交火 乌克兰部队在南部达成赫尔松前线发动反攻 地面留下不少炮弹 显示这里24小时前经过激烈战斗 而这里是通往乌南赫尔松的道路 俄军三月拿下赫尔松 但至今赫尔松居民反俄的抗议活动从未停止过 聂伯和尚联络赫尔松北岸的重要桥梁 还被乌克兰部队炸毁 削弱俄军对赫尔松的控制力 俄军又难向北推进的补给线 也因此被切断 这般局势让乌军乌南的反攻奠定优势 乌克兰部队48小时推进6公里 总统泽伦斯基放话说 俄军若想保命就快点逃吧 俄军或是想巩固乌南的战果 又或是想升东及西 因此在东北部的乌克兰第二大城哈尔科夫 发动攻击 制造死伤 随着乌二战况进入第三阶段 夹在两军之间的欧洲第一大 札波罗热核电厂也保受威胁 国际原子能总署派出检察员 轻赴札波罗热核电厂进行安全检查 同时分发500多万份点片给乌克兰人民 万一真的发生核子灾变 希望暴露在核辐射下的乌克兰人 能够得到保护 华市新闻 张宾宏编译 有时没事 赶紧转开华市 还没有订阅华市的YouTube频道吗 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华市YouTube介绍